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菲律政权先生工具部的Lemon 今天的主题是讲一下股票期权和Wallin的比较 其实Wallin很多人都应该有买卖过 因为可能Wallin会比较方便,也有杠杆 其实股票期权也很类似 今天会介绍两边有什么分别 股票期权有什么特别好处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我展示一下桌面 给大家看看 股票期权和Wallin有几点分别 第一,股票期权是直接由家务所推出 所有行使家务份,家务所都会顶着 另外,衍生工具,我们叫Wallin 衍生权证 由发行商自己选出行使家务份 可能要选择的时候便会参差 亦会由不同发行商自己各别推出 另外,做股票期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又做长仓又做短仓 而Wallin只可以做长仓 即是可以做长仓,只可以先买入 然后再可以再沽出 有时,如果你觉得 例如期权那边 你觉得期权真是贵 你可以先沽出,再买回 这个就叫做短仓 另外,股票期权呢 因为每个期权都会有不止一个庄家 其实出价的市场,你看到价钱 很多时候都会比较窄 价钱也会比较合理 另外,Wallin主要是一个流通量的提供者 其实有时,价钱就… 即是出价未必会那么稳定 还有一件事,就是行使价和月份 其实是…如果股票期权,家业所会订定 亦都很平均 即是一个阶段都会列出来 最长大概是月份,大概一年左右 如果是衍生权证,Wallin那边 发行商会自定一出 即是个别选择的行使价 还有些很明显的分别 就是股票期权,其实是美息期权 美息期权的意思就是… 中途,你如果保持股票期权的长仓 你是可以选择随时行使合约 如果Wallin,因为是勾息的 即是说,只是到期才会行使 以及股票期权是实物交收的 实物交收的意思 譬如你买入一个营购期权 你行使,你就真的要换一只股票回来 一般的衍生权证Wallin 就是现金交收的 接着以下,也会再讲一讲 因为在股票期权那边 会多了一些东西 就是可以又做长仓又做短仓 其实,如果用Wallin来比较 就是一样可以买入一个营购期权 亦都可以买入一个营购期权 但是期权那边,就多了一样东西 就可以做短仓 其实做短仓的意思 就是,相反我首先沽出一个合约 无论认购或者认沽都可以这样做 首先可以收到一个期权金 但是收了期权金之后 就有机会被人行使合约 来到相对理行的合约 譬如,你如果是做一个认沽期权的短仓 被人行使了,你就真的要用实货交收 来买入了一只股票 用行使家 再之后,也有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算我通常是做长仓的 买认购或者认沽期权 为什么我真的要去做期权 不做Wallin呢? 可能很多人都买买开Wallin 为什么要转去期权呢? 这里有个例子 其实是一个港交所308 一个类似的合约 比较一下期权 以及在Wallin那边,究竟有什么分别 大家都是行使价300元 到期日大概是9月底,10月初 大家也可以去拿多些市场数据来看看 普遍期权的期权 通常都会便宜些 如果大家做长仓 或者买开Wallin 那当然买入的时候 越便宜越好 所以期权那边 大家可以不妨比较一下 很多时候,成本会便宜些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知道有关股票 例如期权的资讯 欢迎大家随时联络我们 我们是辉立显身工具部 电话22776622 今天 我们下期权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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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权的时间